大家好,这里是军元艺 今天来说一说这种多年生的装饰草的修剪 那现在呢,已经是加拿大的春天,都四月份了 按理来说,这种草的最佳修剪时间呢,其实是在秋天的入冬前 否则呢,在冬天看上去就会给人一种很荒芜的感觉 而且像它这个草种在车道边,冬日铲雪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碍事 但如果你像这位朋友一样,在秋季忘记了修剪 那现在来进行修剪也是可以的 修剪它时使用的最佳工具就是一种Hedge Trimmer 那这种装饰草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 修剪的时候只要平地齐齐的剪掉就可以了 好,今天就分享这些,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